好 下面我们接着看28课的第三段 打发走了一个卖算石的 终于来了一个家伙 让亚历山大这位英语大师上当了 咱们看怎么一回事 第三段说 The next man to approach me was selling expensive pants and watches 下一个朝我走过来的人呢 就是一个卖昂贵的表和金笔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The next man 有的人说为什么后面加to approach me呢 这边to do不是要做还没做的事吗 它少走过来了为什么叫to do呢 这涉及到了25课的知识了 咱们在25课就讲过这么一个知识 相信大家复习了还记得 如果出现了the first the second the next the last the best only等等 那么后面一般用动词不定式当后制的定义 第一个 第二个 下一个 最后一个 最好的 唯一的 等等等等 我们一般多用动词不定式 多后制定义 本文中就是个例子 本文中说 the next man to approach me 前面出现the next 下面一个 抄走过来的人 to approach me 后制定义 动词不定式 我们在复习第二这课 90页的第十四行 90页的第十四行 when he landed near Dover the first person to greet him was a local policeman 还记得吗 当他降落在多佛改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 这是也用to greet him 跟to approach me 异曲同工之庙 是一个当地的警察 他前面出现the first 后面用不定式做定语 再比如说回顾二十五课里面 一百二十二页第七到第八行 一百二十二页第七到第八行 the only other ship to match her was the thermopoli 唯一的一个能够与他相匹敌的船 就是赛姆皮雷号 前面出现the only限定 后制定是to match her 与他相匹敌的 对吧 没错 我们再看二十五课另外一句 就是一百二十二页第十一行 到第十二行 一百二十二页第十一 到第十二行 他说 the first of the two ships to reach Java after reach had begun was the thermopoli 在比赛开始之后 第一艘到达爪哇岛的这个船 就是赛姆皮雷号 the first就是 后面用的是to reach Java 动词不定式 当护士阵语 这个没错 甚至我们在复习在四册四十五课 就人和星系这个书里面 the last creature to compete with man was the mosquito 最后的一个能够与人类 相竞争的物种 就是蚊子 你看这个the last签订 后面也是用动词不定式 所以这个知识是二十五课 知识的复习 是复习 好 下面一个朝我走过来的人 动词用的是approach 叫慢慢接近靠近 走过来了 叫approach 这个用的是对的 这个approach不但可以表示 位置距离的关系 也可以表示时间 某个日期 某个时候快到了 用它也对 比如我们经常说 我的生日快到了 准备礼物 我的生日快到了 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 My birthday is fast approaching 再来一遍 My birthday is fast approaching 表示我的生日快到了 还可以用什么呢 My birthday is coming soon 很快就来了 用这搭配也行 还可以说 My birthday is near at hand 我的生日就近在手边 马上就拿到了 或者用我们以前讲过的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个结构在第一课生词中就讲过了 我们在大师讲的corner around the corner 表示日期快到了 还记得吗 这对第一课之日还有复习 这是我们表示 某个日子快到了 如果换一个日子 直接换嘛 比如是spring festival 春节或Christmas 圣诞节都可以放到里边 我们大声分别再读一下 My birthday is fast approaching My birthday is coming soon My birthday is near at hand 最后一个注意 around 所以这个r有够说头 在那边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圣诞节就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就好了 这个什么什么日期快了 也可以用approach这个次 那么下面一个人呢 是卖昂贵的笔和表的这么一个人 作者对戒指没什么兴趣 但作者亚历山大是个教育家作家 喜欢笔 拿来看看吧 他喜欢这个笔 你看 I examine one of the pens closely 我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其中的一支钢笔 这个closely相当于carefully 非常仔细地 因为close本来表示近 你要仔细地离得近呢 仔细看一看 是这么一个 你看这个回顾一下 再形容词形式 26个刚讲过 126页的第五行 126个第五行 Advertisers have made a close study of human nature make a close study 我们讲了相当于make a careful study 做了仔细的研究 只不过在这呢 用的是副词 It certainly looked genuine 它的确确实看上去是真的 这个look还是系动词看上去 Genuine是真的 咱们刚才说了 是为了避免跟本篇文章第十一行末尾的 The diamonds were real 那个钻石是真的 那个real 避免重复 其实意思一样 怎见得这笔是真的呢 作者他说 你看我有经验呢 他说 At the base of the gold cap The words made in the USA had been neatly inscribed 在金笔帽的底部 这几个字 Made in the USA 当然做的words同为语了 美国制造这几个字 被工整的刻在那 一看做工相当好 一看好像是真的 其实是高仿的 坐着还是上当了 At the base of 这个base表示什么什么的底部 底座 底部 At the base of 戴什么什么的底部 这个cap就是人的帽子 或者笔帽都可以用它 但是一定要注意 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上 叫on the basis of 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base是底部或底座 但basis表示抽象 它是基础 而且它要加起字on 我们再读一下 bases bases base 这完全不一样 但这两个词的复数完全一样 base复数加sbases 那么这个基础basis 如果变成复数呢 sis或者ices 这个时候两个词复数 就拼写 就完全一样了 这个基础 但单数完全不同 我们看例子 Decisions were often made on the basis of false information 我这些决定 恐怕不可靠 为什么呢 这个决定做的时候 往往都是基于 那些错误的信息 在什么什么基础上 on the basis of 这个注意便析 不要搞错 本文中 表示底部 这个用base这个词对的 戒字加at 另外金笔帽 这个gold 做定义用的好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词叫golden 也可以表示金的 但golden是像金字的 而gold这是纯金的 至少是镀金的 有金字在里面 你看gold ring 金戒指 gold metal 叫金牌 你看确实有金 至少有一部分金在里面 但是我们注意golden golden是像金字一般的 或金色的 金黄的 或者凡是金字般宝贵的 总之它不是纯金 你像golden sunshine 金色的阳光 当然不可能阳光射下来 都是金条了 那咱们发财了就 还有golden hair 满头金发 金黄色的头发 你不能gold hair 一头金丝 那书头可不方便了 所以呢 你看golden 这个用的对 你看还有以前 我们见过的谚语 speech is silver but signin is golden 熊便是银 但是沉默是金 这golden叫金字般宝贵的 这也是像黄金一样的 还有以前说的什么 宝贵的机会 golden opportunities 咱们十二个荒岛生活说过 不能用gold gold是纯金了 golden是金字般宝贵的 或金黄色的 这个用的对 好 美国制造这几个字 被meatly meatly叫公公整整的 inscribe是课 工整的课在那 这个neatly叫公整地 如果形容词呢 那就是neat his handwriting is neat 这个人的笔记很工整 一比一块写得特别清楚 字迹 笔记叫handwriting 可以顺便记住 大声读一遍 handwriting handwriting 再读一下工整的 neat neat 字迹很工整 字迹工整 有的是这么说也行 叫做he has a teacher's handwriting 他有一个老师的字迹 老师的笔记 写字字 跟老师一样 老师在屏幕写字 当然要让学生看得清楚 一笔一块写 写字工整 如果自己潦草难以辨认 我们有这个搭配叫 his handwriting is illegible elegible 叫潦草难以辨认的 我们同时也大声读一下 elegible elegible 潦草的不好辨认的 也可以这么说 he has a doctor's handwriting 很有趣 你看这个中外都一样 有一种人写字最难辨认就是医生 医生开处方 那个处方 只有药房的人才看得懂 龙飞凤舞的 他有一个医生的笔记 也是字迹疗草 这是固定搭配 那本文中说inscribe 这个词用的好 我们说inscribe 就是刻字 但是要跟另外一个动词搞混了 这两个都可以表示刻 inscribe一定指刻字 但engrave就不一定是刻字了 它可以比较雕刻一些花文啊 图案啊 字母啊 刻什么都行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inscribe engrave 都是表示刻 你看这个in 跟iron in 安音一样 都是表示进去 grave 咱们讲过表示坟墓的意思 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从生到死 叫from cradle to grave 还记得吗 从摇篮到坟墓 刻到坟墓里面去 就刻墓碑呗 刻花啊 刻图案等等等等 它不一定是刻字 但inscribe一定是刻字 这个要注意辨细 engrave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在38克最早的日历里面 就是174页的13到14行 174页13行到底14行 Historians have long been puzzled by dots lines and symbols which have been engraved on walls bones and ivory tasks of mammoths 历史学家长期来都对这些东西觉得很困惑 什么呢 点啊 线条啊 还有符号 什么呢 那得被雕刻在了墙上 骨头上 还有猛马像的象牙上的这些点 线条和符号 注意 engrave在这是刻 但这刻的表面上 它不是刻字了 什么符号啊 什么点啊 线条啊 这个地方用inscribe就不合适 因为inscribe一定是刻字 注意写作识要注意 确实大家看到写作识精确啊 英语中比中文要精确得多 作者一看 诶 这个笔可能确实是真的 自己写作这用得着 你问多少钱呢 这卖多少钱呢 这男的就说了 你看下句话说 the man said that the pen was worth 50 pounds but a special favor he would let me have it for 30 pounds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男人说 这是句子主观结构白颜色的 后面that开始到句末 都是做say 就是said 它的宾语从句 宾语从句说什么呢 这个笔指50英镑 这个worth 我们说了 可以把它看作是借词就好了 放在b动词后面 what's worth 后面加50英镑做它的宾语 但是but 这是在宾语从句中的but 连接两个并列的句子 但是在宾语从句里面 依然是这难说的这句话 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他还说as a special favor 这是一个借词章语 什么意思呢 s是作为 作为一个特殊的优惠 这个favor就用优惠优待好出来 作为一个特殊的优惠 他呢 愿意用30英镑就卖给我了 Let me have it 让我拥有它 for 30 pounds 大家还记得这个for吗 咱们多次说for表示 等价交换 你给我30英镑 我给你比 我作者还没说话呢 他自己先打折扣 由50到30 50 一般人卖50英镑 我看咱俩可有演员 一看就亲切 我觉得你长得像我儿子 干脆 6折 给 给 30块钱 卖给你了 他要用30英镑可不少钱了 作者呢不同意 所谈说你这还有很大的黄 不行还太贵 I shook my head and held up five fingers indicating that I was willing to pay five pounds 你看我们看看这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也很有趣 也是and引导两个并列结构 第一句话说我摇摇头 shake one's head 一般会是 shook 并且呢 I held up five fingers held up 跟前面 shook是并列的 主意都是I 所以第二句话主意就不用说I held up Hold up伸出来 伸出五个手指头 然后indicating 从黄音色开始到句末 明显呢 再就是非位于动词了 就是来补充说明一下 伸出五个手指头是什么意思 伸出五个手指头 表明 我们大家从句 画横线的部分明显做动词indicate的宾语了 这牵套一个宾语从句 在非位于动词结构里面 牵套的宾语从句 表明我愿意掏五英镑 这作者砍价够狠的 人家要五十 我说我就给你五块钱 这个下面看一些小的细节 这个I shook my head 固定习语 就shake one's head 什么意思 不同意 就像呢 I disagreed 不同意 Disgrade 动词原型去掉字母第一就好了 相当于不同意 或者说呢 say no to somebody 这个也行 I said no to him 不同意 太贵了 shake one's head disagree say no to somebody 都是表示不同意 都可以 并且hold up 记住hold up 伸出去 伸胳膊伸腿伸手指头 可以用它 还可以用什么呢 extend I extended five fingers伸出五个手指头 这个也行 我们分别读一下 hold up extend 注意不要读extend 要酌化 在那边 extend 伸出去 伸出五个手指头 然后indicate indicate 表示和表明 它一般跟signify类似 但这个表示表明呢 一般叫间接的表明 什么叫间接呢 就用除了语言文字之外的方式 我没有说也没有写 用间接的动作呀 语气呀 表情啊 来表明 是某一个含义 本文中恰如其反 他没说话 伸五个手指头 用它来表示 indicate 注意 除了语言文字之外的方式 来表明 咱们也看一下例子 her tone indicated that he didn't she didn't believe a word of my explanation 这个tone是语气 这个女孩子语气表明 加冰一从去了 她对我的解释 一个字都不相信 她没有直白地说 我不信 语气 语气表明 这间接的方式 这个用的对 这个signify呢 跟她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看例子 she signified her agreement by nodding her head 这个人表明了她的同意 通过什么 通过点了点头 你看是动作呀 语气呀 表情啊 表明某个信息 但是没有说话 也没有写字 用语言文字之外的方式 那本文中 大概也可以这么来替换 held up my finger signifying that I was falling 诶 这么说也行 表明我愿意出五英镑 这个小贩一听就急了 gesticulating wildly the man acted as if he found my offer of riches but he eventually reduced the price to 10 pounds 这个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吧 这小贩说 你这些小贩 你这个还钱还得太狠了 这个 gesticulating wildly justically 表示用动作来表明 这个意思啊 就是打手势做动作做手势 wildly 激动的 兴奋的 很激动的做到手势 哎呀完了完了 这回合赔本了 你这开玩笑了 这个男人表现的 这是句子主观结构 后面asif呢 那明显是一个方式壮益从具 好像什么那样 好像他觉得 我的出的价钱 难以接受 太荒唐了 he found 我们多次说过这个found 就是find 不一定发现的发现 可以表示认为或觉得 他觉得my offer 就我出价了 outriches 咱们在生死中讲过 outriches表示 这价格出人意料 太过分了 你的价钱给的太低了 我出的价 当然是太低了 那他要的价呢 那就是太高了 所以outriches 看语境嘛 but 引出并列句 but 说明前后两句的并列 但他怎么样呢 还是最终 把价钱降低到了 这个true是到了 减少到了 10英镑 最后两折 这还是便宜的 10英镑 这个里边一些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那个justically 叫做动作 来表示 就打手势的意思 激动的打到手势 wildly 就是非常激动的 哎呀不行不行要赔了 然后好像他觉得我出价呢 太荒唐 这个咱们词诺中讲了 outrigious 这可以换成absurd 荒唐的 或者preposterous 荒谬可笑的 都行 这个后面这大个的词再读一下 preposterous preposterous 荒唐 荒唐 我们看一下 137页的第11题 137页 第11题 咱们看这道题 137页在下面 第11题 The man acted as if he found my offer 他觉得我的出价 他觉得我的出价 比如说我出价了 我出的是价格 怎么样呢 A选项的irritating irritating 是令人气氛的 令人气氛 没到这地步 原文中是荒唐的 跟令人气氛不一样 选B正确 preposterous 叫做荒唐的 离谱了 可笑了 但是C呢 hilarious 这个也不对 就令人捧腹大笑的 哎呀 非常非常滑稽的 但是本文中 没有到这程度 我们再读一下 这C选项 这个形容词 hilarious hilarious 就令人捧腹大笑的 什么喜剧片 可以这么形容 你说 我说了 我出了这个五英镑 他不是哈哈哈哈 五英镑 他没有到这么一个程度 他就是说 荒唐可笑 所以C不对 unspeakable D选项 不能说出来的 这当然不 这都不通顺了 只有选B正确 再读一下 preposterous 荒唐可笑 但它最终呢 eventually eventually相当于at last 或者finally 最终最后 但是注意 还有一个in the end 本文中 这三个是可以替换的 但不能用in the end 为什么呢 in the end 只能放在句首 或者句末 in the end 它不能放在句中 本文中在句中的时候呢 用eventually at last finally都可以 in the end注意 它不放在句中 本文中在句首和句末 这个细节注意 那redu下降 下降到了 加计刺2是到了 最后10英镑 作者根本不理他 还是太贵 不行 我不同意 我只是抄五块钱 Shrugging my shoulders I began to walk away when a moment later he ran after me and thrust the pen into my hands 耸了耸肩膀 我就开始走开了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呢 这个男的追上我了 并且把钢笔塞到我手中 老哥 交个朋友 五块钱卖给你了 先看句子成分分析 Shrugging my shoulders 这是非味动词 在这可以看作一个伴随壮语 耸耸肩膀 这个动作 然后呢我就开始走了 走开了 win引导时间壮语从句 这个win呢 咱们会说 它可以翻这然后 而不翻这当某事了 然后 a moment later 这可以看作插入语了 过了一会儿之后 怎么样呢 他追上了我 大家还记不记得ran after 第六颗杂橱窗抢劫 讲过泰勒先生追汽车 讲过ran after 不是在后边跑步 而是追上我 并且呢 暗暗地引出并列结构 这个thrust 是跟前面的ran并列的 我们知道thrust 用力塞进去 用力捅进去 刺进去 刺进去 叫thrust 注意它一般过去时 过去分词都是thrust 它不能再加异地了 一般过去时过去分词 跟圆形一样 都是thrust 把笔呢 就塞到了 进去嘛 into嘛 塞到我的手中 这个首先 我们先看一看前面那个动作 叫shrug with shoulders 叫耸了耸肩膀 这个叫shrug 我们再读一下这动词 shrug shrug 双肩 一耸肩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 咱们 这是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 在中国古代没有这个动作 耸肩 老外我们得明白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一般有三个意思 老外这么 双肩这么一从 有三个意思 另一个意思表示 I'm not interested in it 我对着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我不敢 表示不感兴趣 本分度正是这个意思 那十块钱我不感兴趣 这价钱不行 我不感兴趣 第二个呢表示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也可以用耸肩的动作 比如说有人说 Hey John tell me How much is one plus one 来约翰你跟我说 一加一等于几 我一耸肩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不知道 一耸肩 不知道也行 还有第三个意思表示 怀疑不相信 I cannot believe it 不敢相信 一耸肩 这是真的吗 一耸肩 表示这个动作也行 大家可能看到在一些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我们说 最佳的男主人公是李延龙 一宣布 然后摇到扩奖者 他往往一耸肩 这表示谦虚 哎呀不 我都不敢相信 这真的吗 是真的吗 表示这个意思 不敢相信 或者表示不知道 或者表示怀疑不相信 这个意思 老外的肢体语言 我们跟他交流时 就知道 一般有这些含义 都有可能 中国人没有这个动作 你说当时唐朝皇上升殿 爱卿可知道此事啊 大称一耸肩 皇上升殿吃多了撑的吧 打一针了你 这个中国人没有这个动作 在老外是这个动作 这里表示不感兴趣 有时候也可以用戒词短语当壮语 就with a shock 伴随于耸肩这个动作 本文中可以用with a shock I began to walk away 当然这个时候shock 就当名词来用了 with a shock 是不是相当于本文中 shocking my shoulders 戒词短语 非位语都可以做壮语吧 这个做壮语也很常见 耸肩膀表示不感兴趣 I began to walk 我开始走了 这个when注意 这个when翻译成 然后 他想and then 然后 就特别类似于 我们刚才说的before before也可以翻译成然后 when也可以翻译成然后 这不是当某词 你总不能翻译成 我当他过了一会儿 又追上我的时候 在这以前我开始走了 这不同顺呢 when翻译成然后 再看例子 I will be on vacation til the end of the month when I return to Shanghai 我度假会一直到这个月底 然后我就回上海了 这个when在这也是翻译成when 然后更通顺 而不是翻译成当月底 我回上海的时候 在那之前 我要呆 呆多月到那时候 这不同 没法翻译成这个 before 这个before和when 都有这个意思 反正然后 本文中也是这个意思 然后 过了一会儿 he ran after me 他追上了我 追啊 用ran after 相当于动词chase 这个在第六课讲过 咱们复习 如果忘记的复习 34页的第15行后面 34页第15行 一定得复习 英语这玩意儿 忘得太快了 第六课里面 Just as it was leaving Mr. Taylor rushed out and ran after it throwing atrium bases 正当这个大汽车开走的时候 泰勒先生冲出来了 并向后面追这个汽车 同时还扔烟灰缸 扔花瓶 在追这个汽车 本文中也是 这个我在他后面追我 追上之后呢 把笔塞到我手中 Though he kept throwing up his arm in despair he readily accepted the five pounds I gave him 尽管他不停地 绝望地挥舞着手臂 但他非常乐意地 接受了我给他的五蝇网 说明还是有得转 Though是让步状语从具 这简单 he kept throwing up keep doing 跟keep on doing 都是表示持续性的错 有没有on都行 though up 就往上挥舞 哎呀不行了 赔了赔了 这回可赔本了 in despair 地球科也说过 绝望地做模式 do something in despair despair 这是什么名词的 他非常乐意地 readily 不是准备好的 是乐意地 愿意地 readily here means willingly 乐意地 愿意地 这是副词 咱们这个知识在第27课提过一次 咱们回顾一下 130页的第六行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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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ould willingly give everything we possess to save our lives 有时候我们愿意 给出我们用的任何东西来救我们的生命 这里面这个willingly 跟ready 是一样的 我们以前讲过ready 这个形容词 r e a d y 也可以表示willing be ready to do 就是be willing to do 愿意做模式 he is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他总是乐于助人 愿意 非常乐意地接受了 我给他的will I gave him 并以从继修饰那个five pounds 这个都很简单 I felt especially pleased with my wonderful bargain until I got back to the ship be pleased with 这个在23课各有所爱 那课讲过 be pleased with 对某个东西既开心又满意 我对我这个出色的这个买卖 这个borgan可以表示非常 很划算的买卖便宜货了 感到特别特别开心特别满意 你看要55块拿下来 这个感情一直到我回到船上为止 为什么呢 我们说 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it was impossible to fill this beautiful pen with ink and to this day it has never written a single word 先看看语法成本分析 最后这句话稍微复杂一点 no matter 在逗号之前这个黄色的句子 明显是一个让步状欲从句 无论我多么努力 到这完了 主句结构 it was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 依然 it是个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 to fill this beautiful pen with ink feel 还是跟with搭配再说了 把这个漂亮的笔打进墨水来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打不进水来 and 又是变连连词引出第二个变连句 一直到了今天 to this day 就像的so far 注意后面完成时 契金吧 到今天为止 连一个字都没写过 a single 加强语气了 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过 这个笔五英镑 成了白色了 看一看可以 但用不了 这笔是坏的 买的不如卖的轻 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no matter how 引导让步状语从据复习吧 相当于however 引导让步状语从据 however hard i tried 是一样的 however也可以引导让步 咱们看第35号就出现了 162页第五行 judges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are human and can make mistakes 法官 无论有多么明智 多么杰出 他也是人 并且都会犯错 however 无论有多么的 跟本文中 no matter how 只不过这个从据中省略了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上面的they are they are被去掉了 因为状语从据中 主语跟主旧主语统一 后面是必动词 一般可以去掉 所以they就是judges 后面的are 必动词 没了 只剩下这个 但依然是让步状语从据 然后说 要给这个漂亮的笔打进墨水 是不可能的 这个beautiful 这是用的是凡语 幽默的语气 看着很漂亮 中看不中庸啊 这个幽默的语气 我们在第38页见过 第7个残抽界别组 只不过他用的是副词 38页第12行 凡语 38页第12行 Imagine their dismay when they found a beautifully cooked wallet and nose turned to ash 想象一下 当他们发现他们看到一个被烹饪的非常漂亮的钱包 并且钱都变成了灰的时候 那种哎哟 哎 这种惊讶沮丧的表情吧 烹饪的很漂亮 钱包都熟了 也是一个幽默的说法了 本分中也是 这笔很漂亮很好看 但是没法用 并且按to this day to this day 就so far 迄今未止 而且这两个搭配 一般都用在完成时 一般是现在完成时了 迄今未止 本分中也是 It has never written a single word 其实a word就好了 为什么a single呢 就连一个都没有 a single 比单动用a 或者one 语气更重 一个字也没有写过 这个在第二侧 这个用法就出现过 第二侧的第三课里面 新概念二侧的第三课 I spent a whole day in my room but I did not write a single card 我在房间里整整度过了这么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但是我连一张卡片都没有写好 也是a single 加强语 连一个都没写出来 加强语去 咱们可以模仿 然后我们看第三课的二十一课 里面也出现过 也是表示就一个 仅仅一个 一百零六页的第十九行 二十一个丹尼尔门都炸 一百零六页的第十九行 He earned enormous sums of money and was paid as much as one hundred pounds for a single appearance 他赚钱赚孩了 并且他一次出场 就可以赚得这么多英镑 仅仅一次 a single appearance 不用太多 仅仅一次就好了 好 这个结构在我们第三册呢 也出现过 咱们看第三册的前面 咱们大家可能忘了 在二十一课丹尼尔门多萨里面 在一百零六页的第十九行 一百零六页的第十九行 He earned enormous sums of money and was paid as much as one hundred pounds for a single appearance 他赚钱赚孩了 并且呢 仅仅一次出场 就可以挣得一百英镑 这么多 a single 不用太多 只一次就够了 一次出场 就这么多 a single 百分钟也是这么用的 你看未来第四册的第三课 mutter man 会用的更高级 四册第三课说 they had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the top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唯一的目标 那就是山顶 a single 跟a solitary 都是加强语气的 咱们看到可以替换了 以后除了用a single 也可以用a solitary they had a solitary aim a single aim 意思都一样 aim就是go a single 就是a solitary 同一次联用 加强语气了 仅仅有一个目标 也是加强语气 好 这个句子呢 就是结构比较复杂 我们复述一遍 无论我多么努力 那么要给这支漂亮的钢笔 打件水来是不可能的 并且直到今天 它连一个字 也没有写出来过 咱们复述一遍 no matter how how hard i tried it was impossible to fill this beautiful pen with ink 直到今天 to this day 完整是 it has never written a single word 从头再来一遍 快点啊 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it was impossible to fill this beautiful pen with ink and to this day it has never written a single word 咱们类似造个句子 无论我多么好的喂养这只鸡 它就是不肯产卵 不肯下蛋 直到今天 它连一个蛋也没下过 你看 无论好的多么喂 喂养可以用feed 喂动物嘛 这个鸡它就是不肯产卵 产卵呢 可以用breed 就是动物生孩子 为什么不用那个lay x呢 我们后面说 连一个蛋都没下过 要用lay x l a y 这个lay 下蛋那个下 所以前面混成产卵这个词 直到今天 连一个蛋也没下过 一个都没有 直到今天用to this day 然后后面完成试 试试看啊 无论我多么好的喂养鸡 no matter how well 好复词啊 i fatter 母鸡嘛 fatter就好了 it was impossible 干嘛呢 来舒服她协产卵 幽默一点 to persuade the beautiful hand 母鸡 to breed 去下蛋 and 并且怎么样 to this day 她怎么样 she has never 下蛋动词原型 laid laid a single egg 注意lay x下蛋 l a y是动词原型 一般过去的时候 过去分词都是laid laid 无论我多么好的喂养 这是鸡 甚至为了让她下蛋 给她吃肯德鸡 对吧 这就是要舒服 这个漂亮的大母鸡 去下蛋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说你下一个蛋吧 你下一个蛋 管你叫二姑 他就是不下蛋 一直到今天 连一个蛋也没有下过 后来一发看发现 大意了 原来是攻击 一个蛋也没下过 就好了 这个里面结构是特别踏实的 我们都见过 就好了 28克很有趣的 有关讨价还价的 这么一个课文 里面知识点特别多 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 跟着奸商打交道的这个经验 好 这个我们 比较有趣的28克 跟老师就学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好 谢谢同学们